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诸国简史十分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与扩张 从小国到帝国 二 托尔其共和国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三 军事力量与治理模式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与扩张 从小国到帝国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战马斯明 刀剑闪耀的时代 聊聊那个从小国到帝国 让欧亚大陆都颤抖三分的奥斯曼帝国 首先 我们得从一个叫奥斯曼的小伙子说起 奥斯曼 这位帅气的年轻人 不仅名字好记 毕竟整个帝国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而且他的野心比他的土地还要大 在1299年 他成立了奥斯曼王朝 这个小国家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北部 那时候他还指示 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小小边陲 但奥斯曼和他的后代们 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小地主 他们的眼光可是盯着整个地中海和黑海 于是 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扩张计划 这些计划有时候靠的是军事征服 有时候靠的是政治婚姻 有时候则是两者的巧妙结合 在这个过程中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展现了他们的强大 他们的骑兵如同草原上的狂风 他们的步兵坚如磐石 而他们的射手准确度足以让任何靶子都感到自卑 他们的军事组织和战术创新 比如著名的骑兵冲锋和火药使用 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已经迅速扩张到了巴尔干半岛 甚至还有点想去意大利旅游的意思 1453年 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做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 攻陷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军事坦丁堡 经伊斯坦布尔 这个城市的陷落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 和新时代的开始 也让奥斯曼帝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跨大陆帝国 随后的几个世纪里 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继续膨胀 他们的影响力遍及东欧 西亚和北非 他们的苏丹们 有的像艺术家一样热爱建筑和文化 有的则像战争机器一样不断扩张领土 他们建立了复杂的行政体系 发展了独特的艺术和建筑风格 还有那些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 比如烤肉串和巴克拉瓦 不过 就像所有的帝国一样 奥斯曼帝国也有它的起起落落 到了19世纪 它开始显得有点老太隆重 被人称为欧洲的兵夫 但这不妨碍我们回顾它的辉煌岁月 毕竟 一个从小过到帝国的故事 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启示 所以 下次当你享受土耳其咖啡的时候 不妨想想那个曾经统治了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 它的历史就像它的咖啡一样 浓郁 复杂而又令人难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土耳其共和国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土耳其共和国 一个坐落在两大洲交界 历史悠久的国家 它的现代化历程和民族主义浪潮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肥皂剧 充满了转折 激情和不少戏剧性的瞬间 首先 我们得从那位土耳其肥皂剧的主角说起 穆斯塔法 凯末尔 阿塔托尔克 这位先生 可以说是土耳其版的超级英雄 他不仅是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 还是一位彻底的现代化改革者 他的名字 阿塔托尔克 一位土耳其之父 这个称号 不是随便叫的 他确实做了很多 父亲 级别的事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奥斯曼帝国这个曾经的东方巨人 就像是一位老迈的舞者 跌跌撞撞地走下了 历史舞台 而阿塔托尔克 这位年轻的将军 却有着一颗怀揣现代化梦想的心 他领导土耳其民族主义者 成功地抵抗了希腊和其他盟国的入侵 最终在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阿塔托尔克上台后 就像是按下了土耳其历史的快进键 他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 包括废除苏丹治 关闭伊斯兰法院 引入拉丁字母的新土耳其语字母 推行西式服装 赋予妇女选举权等等 在用现代化的魔法帮 试图将土耳其从一个多民族帝国 变成一个民族国家 但是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想象一下 一大早起来 发现自己的字母表变了 得重新学习如何写自己的名字 这得多让人头大呀 而且 阿塔托尔克的改革 还触及了人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这在当时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 它既是国家统一和现代化的催化剂 也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 不断出现的张力源泉 土耳其民族主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有着不同的面貌 有时 它是开放包容的 有时又显得排外严苛 土耳其的现代化故事 就像是一部长篇连续剧 有着不断的高潮和低谷 从阿塔托尔克的改革到今天 土耳其一直在摇摆不定的 现代化和传统之间寻找平衡 这个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 现代化不仅仅是穿上西装 使用智能手机那么简单 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过程 需要时间 耐心 还有不少幽默感来缓解 其中的矛盾和紧张 总之 土耳其的故事提醒我们 历史不是单行道 而是一条充满了复杂交织的双向车道 在这条道路上 土耳其人民正在驾驶着 他们的历史车辆 有时加速 有时刹车 有时甚至掉头 但始终在向前行驶 而我们 作为旁观者 只能带着一点幽默感 欣赏这场精彩的历史驾驶技巧表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军事力量与治理模式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战马四名 弯刀闪耀的时代 聊聊那个曾经横跨三大洲的庞然大物 奥斯曼帝国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 在其鼎盛时期 是相当令人敬畏的 想象一下 一群身穿华丽铠甲 头戴与时头盔的骑士 那就是奥斯曼的精锐部队 骑兵 他们的军事战术和组织能力 是如此出色 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战场上 像编织地毯一样 编织出胜利的图案 而且 他们的军队中 还有一支特别的部队 那就是让欧洲人 闻风丧胆的新兵 Janiserys 这些从基督徒家庭征召而来的士兵 被训练成精英军团 他们的忠诚度和战斗力 是奥斯曼军事成功的关键 但是 军事力量只是帝国成功的一部分 奥斯曼帝国的治理模式 也是相当有趣的 他们采用了一种名为 米利特系统的治理方式 这个系统允许不同宗教的社区 自行管理内部事务 只要他们忠于帝国 并缴纳税金 这就像是给了他们一个 你们打你们的牌 我收我的税的协议 这种相对宽松的治理方式 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 它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 和平共处 然而 正如所有帝国一样 奥斯曼帝国也有其兴衰 随着实践的推移 那些曾经锐不可当的新兵 变得越来越像一个 拥有特权的阶层 他们开始抵制改革 成为帝国前进 道路上的绊脚石 同时 帝国的行政体系 也变得臃肿不堪 官僚主义和腐败开始蔓延 这就像是一个 曾经见说的健美冠军 逐渐变成了一个 只会吃薯片 躺在沙发上 看肥皂剧的中年大叔 到了19世纪 奥斯曼帝国 被称为欧洲的病夫 这个昔日的军事巨人 已经步履蹒跚 随着工业革命 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帝国的领土逐渐被削弱 最终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解体 总的来说 奥斯曼帝国的故事 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 也需要不断地改革 和适应时代的变化 否则就会被历史的 车轮无情地碾过 而且 如果你是一个帝国 千万别忘了 给你的军队更新装备 否则 你的敌人 可能会带着机关枪 来参加你的弓箭比赛 总结起来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 从小国到帝国的故事 他们通过军事征服 和政治手段 将自己的领土扩张 到整个欧亚大幕 他们的军事力量 和战术创新 使他们在战场上 非常强大 而他们的治理模式 也相对宽松 促进了不同文化 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 然而 帝国的兴衰也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 也需要不断改革 和适应时代的变化 希望这些内容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 历史的知识和思考 现在我想知道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